休旅車停下來 便宜刑警上前 量證搜索 二十歲的邱姓男子 表現得一派輕鬆 但他跟自己四十歲的陳姓乾媽 四處賣毒 被警察找上門 他不只跟乾媽去販賣 包括凱他命跟毒品咖啡包 給藥角 田姓男子等四人 台中市行大追查 這陳姓乾媽還供應毒品 給自己乾 兒子試用 打擊不法 台中援警更在暑假 加強林檢 警司分局 趁星期五周末夜 分局長陳祥林帶隊 動員五十名警力 針對夜間以滋生犯罪的場所 加強掃檔 台中市警四分局說 七月一號暑期青春專案起跑至今 一共查獲二十六名通氣犯 取締十五件酒駕公共危險 將會持續針對夜店 酒店 Pub跟KTV等實施高強度連檢 展現維護轄區治安的決心 TVBS新聞呂正成紅財務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HimTV Him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